奥林匹克冬奥会 这个是源自于西方这个希腊 毕竟是西方的东西 它跟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 你看它画出来那个五环 本来很好 五大洲五 其实也借鉴中国 但是学了一半 就好像韩国画的国旗一样 那亚洲 那中国应该在最中间 五星如土 有人说不对啊 西方的 他们放在最中间 那也不是 中间是个黑的 国旗是白 反正就串来串去 也没有个章法 这个奥林匹克 当然西方的这些东西 自然当初也是有它的意义 随着现在发展 也有它的作用 那最早呢 它是纪念这个宙斯 就是举办一个这个活动 因为西方人体质强嘛 然后他们就 就喜欢那种竞技 它这个奥林区克的宗旨呢 后来 传到世界 就是相互有爱 互相了解 然后团结 公平竞争 那落到最后 就剩个公平竞争了 其实了解 也有 就是对 对手之间的了解 就是狭义上 那广义上呢 有它的好的作用 就是通过这个体育 然后各国家 到这里 就了解各方的 风土民情 顺便领回这个 接接这个山川的 大河的气 也是有作用 那但是他们更强调这个 体育竞技 那这个竞技呀 它的结果 大家可想 我觉得挑战极限 到最后就剩下 更高 更快 更强 我就拿第一 什么就是第一 第一怎么样 第一有什么用 你说你特长 你了不起就胳膊特长 腿特长 还哪里特长 有些东西最初 都是为了一个纪念 你看马拉松比赛 他最早就是纪念这个 这个战争的同时 他就一个人跑四十公里 就是大气不喘 最后精辟力尽 抱一口信 战争的 战争 这个非常重要 他的目的 为了传达信号 为了和平 为了最终的这个 向往的这个 统一 和解 那他 文死剑 无死战 值得 了不起 当然这个 说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说到运动 那很难避免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自古中国也是 哪里都是 这个 我们又不能搞成像联花会一样 是吧 那大家 没有看见 那人很奇怪 他就希望 希望看你 这个这个 挑战极限 超越自我 那他自己不去 那你极限 那人的极限 那还是个人 你有没有动物跑得快 你有没有鱼游得快 你又不会飞 是吧 那冬奥会 按道理 下一节